在人生的前20多年 我一直没有机会站在比较专业的灯光前 每当我打开iPhone自拍 我觉得自己在镜头里就是这种样子 自信心的增长来源于一次出镜测试 在相对专业的灯光下 我第一次觉得镜头里拍到的这个人 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差劲 这里是我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打光的重要性 所以呢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用灯光拍出人物更好的状态 各位好 欢迎回到案外科技 我是上海波 首先需要声明一下 接下来视频里演示用到的灯具 是由国内老牌灯具厂商南光赞助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我站在日常生活的灯光下 这样的灯光 即使用专业的相机 人物看上去也比较普通 我把灯光换成南光的原理60以后 灯光前没有加任何的配件 画面看上去比日常的灯光提升很多 与日常生活中的照明灯光相比 专业灯光的显色性更好 一般而言 灯具的显色性越好 越容易还原物体本身的色彩 如果拍人物的话 就是更容易还原人物的肤色 显色性一般用CRI和TLCI两个参数来衡量 这两个值越接近100 说明灯具的显色性越好 相应的价格也就越贵 现在拍我的原理60 CRI是98 TLCI是95 这两项指数在专业灯光里也算比较出色的 所以大家才会看到 刚才很明显的前后对比效果 现在打在我身上的光线 虽然显色性好 但是呢太硬了 皮肤的质感很差 把光线从硬光变成柔光 需要用到柔光箱 柔光箱的面积越大 光线越柔和 柔光箱一般是保容口 因为原理60比较小巧 并不能兼容传统的保容口 所以呢南光又开发了一款比较迷你的柔光箱 这个迷你的柔光箱 我每一次看上去就感觉它像一个还没长大的灯光 就被迫走上工作岗位了 导光线从硬光变成柔光以后 我们还要挑选一个合适的打光角度 我出现了灯光 主光基本上是从左侧打过来的 这和我自己的脸型有关系 如果把主光切换到右边 各位可以看到变化非常大 感觉跟换了一个人差不多 选择打光角度的整体原则 是用灯光照大的部分 突出人物的优点 用灯光产生的阴影 隐藏人物的瑕疵 用一个光源给人物打光 基本上就够了 还想进一步提升的话 比较便宜的方案是使用反光板 给人物面目的另外一侧补光 补光以后面目虽然有阴影 但是观众依然可以看到 阴影里的细节 另外我们还可以把灯光锯起来 聚光与这种大面积的柔光 正好相反 聚光是指哪打哪 比如我们想突出人物的轮廓 人物的毛发 都能用聚光视线 原理60有一个聚光的附件 但是因为还在开发中 所以没有办法给各位做详细的演示 人物曝光确定以后 背景的光线 也不能忽略 因为时间的关系 背景灯光我就不展开介绍了 只简单分享一下这种蛋格 蛋格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它起到的效果 基本类似 那就是把柔光灯的光线 再聚一点 让柔光灯的光线 只影响画面的一部分区域 我以前出镜的视频 没有使用蛋格 面前的柔光箱 直接照亮了背景 使用蛋格以后 可以实现大家自己去看到的 光线打在我的身上 背景是暗鸟的这种画面 原力60灯光主体售价900多 如果搭配一些配件 可能要花到一两千块钱 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个价格还是挺贵的 但是作为一款专业的灯具 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希望以后 国产的灯具厂商 能推出更多 原力60这样的性能彪悍 携带方便 价格更实惠的灯具 让更多的创作者受益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更多手机摄影和视频拍摄制作 相关的优质视频 请持续观众按摩科技 咱们下期视频见 好过 等一下 再来一遍 我转好之后 把灯的亮度调高 希望我可以一遍 装一遍 对 可以